文貴中在本季20場的出賽 17場的先發 那有3場是後援投手身分出賽 拿下6勝4敗 從在陳青湖對戰富邦和將的時候 那段時間的整個場打 就完全爆發去了 在這個打席之前 他也是連續8場比賽出現的安打 不過可惜手打席 今天打開路線封打到了中奧儀方向 早早接傷 而且對上衛拳他也是跨擊三連勝 所以球隊推出他在第二 二連戰第二場比賽 是用來直敗 是 這一棒也是蠻雜實的 又是中線的安打 連續兩棒都打在中路 那分別是滾滴安打 以及滴飛安打 普通一個人就標了九季三陣 再加上兩任的投手 接下來也都有演出 讀三陣 總共十一季三陣 打在了右外方向 剛好過場了 魔音炸裂 等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在這個打席之前 他十二場比賽沒有開空 結果就在剛剛冷不防 最近狀況不好之下 最近兩陣他是八至零 結果他炸了一發兩分炮 三百六七英尺 王國中現在三壞球走在前 連四個壞球他保送了杜嘉明 這顆球最後還是成功掉到郭富林出爆 王國中三陣掉了郭富林 讓台港留下一壘殘餒 不過 靠著王國賢 王國榮 以及最重要的魔音 打出他本季第26發的紅布浪 兩分炮幫助台港 在首局就能拿下分數2比5 不過這一球如果再往本類版中間 修正一下的話 對臺雷來講就會不好攻擊 臺雷今天過生日 安打出現了 來看守局能不能在對手已經得分之下 吹起反鋪的號角 這一棒打倒是在二壘方向 而是有接球之後 王尤其博威這邊傳載 王一壘送來不及 第三棒國賢文 昨天的勝利打臉 目前連續八場比賽出現安打 打在了右半邊 結果二壘傳 嘗試要形成風煞的時候 結果竟然沒有傳好 二壘戰第一場比賽 機械廣冠兩次上壘 包含一安打還有一寶送 這一球打到遊戲方向的滾地球 傳一壘 刺殺出局 但是三壘跑者不再得分 所以衛球也成功 靠著急腳拱貫的滾地球掩護 拿下了分數 所以現在開場大起 只剩下一分差距 推到了二壘方向 二壘接球之後 王一壘傳 最後刺殺了獎穿出局 不過在守局 主要是台岡自己的守備處理狀況 至少確定有一失誤在內 包含頭補之間也出狀況 所以丟掉了這一分 現在雙方一分差距 推到的是在左半邊 Fearball 這是壓在三壘邊線上面的一支搶進安打 還順勢的把球送到全球打牆外 他的power也非常的好 講到順勢 這邊打到右半邊 安打再出現 連續兩次的安打 郭天信現在是不是繞到三壘要回來了 是 已經回到本壘了 好球 三陣出局 其實衛全今天的表現 面對後進相當不錯 是 擋了一下之後 賽傳二壘來得及嗎 還是來得及 應該是要挑戰喔 對 那這樣子應該是要挑戰喔 是 劉基隆這個跑壘也非常的大膽喔 嗯 是凸顯他的好狀況 是 喔喔喔喔 賽 又翻掉了 當連圈的打擊機會兩出局輪到狀況還不錯的 李凱維第二輪第一棒 抓第一個球出手 打在了右半邊 只要來自裁壘包 所以這一中還是讓龍隊的攻勢 留下得點圈的殘壘 這一局歷經了一些風波 包含龍隊挑戰成功 不過還是 這中沒有辦法得分 雙方2比2平手 兩好兩壞 有沒有機會喔 這是Nice Play 陳伯林好球 賽前對衛拳是跨季三連勝 不過今天遇到的一些考驗 場上事先把郭煙烏給解決掉 抓第一個球出手 反方向 打在右外野方向 有沒有機會 最後 十幾局打牆 黃柏璇最後也只能等待的球 直接打在全打牆 上面只有反彈回來 這樣處理比較快 重點是極角拱冠 再度展現他長打實力 今天也是 為數相當多的球迷進場 欣賞二連戰第二場比賽 江窗這一棒 又打在了右外野方向 但是肩高不夠遠 最後遭到王柏璇的接傷 所以等於極角拱冠 在第三局的攻勢 是留下了得點圈的殘累 雙方一就是二比二 王維中可不可以臨場 趕快做出調整 球術完全領先到四塊球保送 對 這個打擊對王維中來說 就比較可惜 先取得了球術的領先 最後還是投到了保送 最終讓太剛公司呢 在這個半局留下了一壘的殘累 雙方一就是二比二零手 黃柏璇進了一壘 用手到傳球 Safe 打在一位手抱著Baby的爸爸身上 郭忠祐這一棒有沒有機會呢 蠻深遠的 在警戒區的前方 最後遭到接傷 這個距離郭天慶 哇 快馬加鞭 抓到拼三里的郭天慶之後 現在形成兩出局 打在了中線 最後轉往一壘 刺殺 在這個半局 雖然有被打出彎打 但是後進 四下還是完成變相 三上三下 雙方二比二 一輪 比賽重新恢復進行 零叫抓地一個球出手 打在了右半邊 安打出現 所以零張也要小心 沒錯 畢竟有陳北連前車之間 點下去 王而中轉身 穿往一壘 個人連續三場比賽有安打 這一球打到的是在左半邊 最後在左外丑林哲晨面前落地 这个半局安打再出现 满球术 王王对决 雷尚跑者启动 这应该就是四外丑保重 因为镜里位置比较高 这球很扎实 打在了右半边 直接贯穿了二壘防线 而且球一度往全打长边滚 现在魔音绕过了二壘 他也要来到三壘上面 这样轻垒绝对不成问题 魔音三壘长达两分打点 哇 这一棒精彩啊 没错 最主要是后面看 魔音在跑三壘的动作 非常的逗趣 两号两块 林哲学对象杜家明 变化球三阵 推倒的是在左半边 就借用接球之后 遍布数字的传往一壘自杀出局 不过在这个半局 再度靠着二三四棒的攻势 最重要是魔音打出一发三壘长达 一口气轻垒也为球队堆起了一个大局 现在午上结束 拉开到5比2的领先 满球术 你要塞那条 打成了段棒 打高楼 在中外野方向 最后成功间跑到帽子都掉了 抓第一个球出手 因此要的攻势 打塞了左外野方向 看起来王伯公是找过处了 在警戒区的上空 把这个声誉飞球给接上 四块手保送 郭彦文在今年球季 还没有面对后进打出郭安打 不过这个时候打在了左半边 要回来了 对 要在中外野跟左外野之间的gag 郭彦文成功打出了安打 这位昨天的胜利打点 几脚拱贯这一球 这个傻子男般的悲球 结果被杜家明 来怎么会接杀出局 也把卫泉龙在武校的攻势 硬生生挡了下来 卫泉在郭彦文 表出局之后的强力斗之下 再追一分 双方五局结束 5比3两分钟 中继投手这边要 帮忙多分担一些局数 对 重结这一棒打在了左外方向 林超成慢慢的后退 过程中已经锁定这个球 反弹球 游击方向 几乎没有任何移动 船一垒刺杀 王大王出击 前面三次上来都可以上蕾 这一次 一样 没有任何的例外 这场比赛 魔影已经在王伯翁两度上蕾 情况下把它送回来 结果 魔影这一次遭到了三阵 吴俊宁真的是英雄出少年 虽然被王伯翁打出了一支安打 不过最终 还是让台康在气场攻势 留下惨蕾 双方两分场 张浩佳这一棒打在了游击方向 滚地球 传一垒 最后没有抓到 关动机 跟球连一起互动 中仙 结果打在游击方向 自裁垒包应该来得及再传一垒 李凯卫今天手打起安打 不过接下来两次都被解决 这一球打在了左外野方向 最后在左外野的时候 王伯翁面前落地 打击区上面打者是威蕾 雷上的炮者也是 最后张震宇连回两个空棒 然后这个空棒显然没有跟上节奏 直接被吴优臣给三阵 所以这也是让卫权在七下的攻势 留下的残垒双方依旧是两分差 还当领先 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还是选择让他上场 中右之间在gap中间 而且中外手第一时间还没有办法把球给处理干净 杜家明现在绕过二壘 杜家明又要来到三壘上了 最后行程四万九宝宋 哆啦A梦 追求张绍元打在了左半边 最后相当漂亮 穿越两名野手 两号两话下 吴明宏挥棒落空遭到三阵 打击上面则是有一只安打 这球感觉都快丢到人了 所以这个位置刚刚蒋少龙应该有体会到 这非常痛 前面已经打过了 两个好球一个换球 一棒落空 最后打者 临将遭到的三阵 台刚能不能够继续的添加分数 又或是Ray O可以成功的解决打者 打在了左半边 小飞球遭到的接杀 虽然Ray O上来之后 有被对手攻克 那台刚拿下一分 不过整体还讲 他还是把伤害控制到最低 台刚下6比3的领先 系列战案是累积的三只安打 打在右半边 这个弹跳球 最后搭配补位的队友 成功完成了四刷 抢先一步 某大王今天算小进步 两只安打两宝送 是不是第三只安打出现了 某大王今天不得了 今天真的所有战队都集合了 足以左右这场比赛大局 感觉有丢到衣服 是不是有中了 是 出身球了 有插到衣服 对 插到衣服 但是整体来讲 依旧是优质好的 是 给了队友营救机会 结果杜家明被拉掉 听起来昨天 打电演出 但not today 遭到了三阵租局了 所以 小长郑宇军上来 虽然让三四两棒 都上到能不能位置 但是要连两阵化解 都已经失分危机 打神一点 X2 郭天心的打击 抓第一个球出手 打在了走外野方向 王伯宏等在他接伤 无情的红灯 在伯宏大王的笑容之下 优打球内侧 前面飞了至少 超过六颗球以上 没有办法抓到刘姬宏 是 中线 安打出现 赵佳在这场比赛 个人第一支安打 同时出现在重要时刻 一出局把攻势延续下去 而且推进到了第二分位置 应该是出棒了 林笑诚遭到三阵 他自己也觉得蛮恶腕的 是 两场比赛累积三安 会是第四支安打吗 没有最后达到了 走外野方向 王伯宏直接是定在原地 再剑接杀 所以最终 台阳雄鹰在卫球队的天母主场 这场比赛输球之后 二连战第二场比赛 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这场比赛最重要的就是摩英了 一开始先打出本季的第26发的红不浪 然后接下来在第五局的时候 又是重要的三壘昌打 扫下两分打点 单场四分的打点 所以也为球队最终带动了 第一局跟第五局的攻势 再加上第八局再拿下一分6比3 今天整体来讲 台阳雄鹰的投手群表现得相当不错 所以也终止近期的二连败 终止对战二连败 他们拿下下半戏第二十胜 同时斩断 胡卫权在天母球场得六连胜 以及球场四连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